欢迎来到生活中的心理学博士电台 我是你的主播 黄耀鸣 大家刚刚听到的歌呢 是一首有点年纪的歌 是优克里林的《认错》 那今天呢 我们要跟大家来谈的事情呢 就是 如果有人做了错事 我们到底该不该原谅他 那因为最近刚把那个日剧 极度不妥看完了 那这出去我们之前的节目中 也要简单的介绍一下 那总之他就是在谈说 在日本现代 也就是昭和时期呢 跟之前令和年代的日本 到底呢 有没有是个社会啊 随着这个时代的一个演进 然后大家日子 很像变得更好过了 那剧中呢 有不少对于 现在制度的一个挑战 那其中啊 也包含了犯错这件事情 那因为剧中 没有具体描述 任何时期是怎么样啦 但是感觉起来很像 嗯 在那个时期 人们对于犯错的包容性 是比较高的 有别于现在 哦 这个犯错就是不行的 那剧里面呢 提到一位男主播 那他本来呢 其实表现得非常好 所以受到这个电视台的重用 但是呢 在他第一次去这个采访运动赛事的时候 结果他就跟一个运动员出轨了 那因为这样子呢 他被拔掉了这个主播的职务 那即便呢 这个出轨的对象 还有他太太呢 好像都原谅他了 不知道是不是真心啦 总之 剧里面说 他们都原谅他了 但是电视公司呢 还是不大敢 让他重新站回主播台 那不过呢 电视公司的担心啊 也不是多余的 因为啊 在剧里面 他们就想说 好吧 已经很多年过去了嘛 那我帮你 安排在一个冷门的时段去出现 大家应该不会看到吧 结果想不到呢 网路上的酸民 马上就出现了 各种踏法的声让 此起彼落 那在看的时候啊 我其实是觉得 哇 日本人也太会气了吧 三年前出轨的人 都还要记恨吗 如果是在台湾呢 只要公关处理得当 可能一两个月后呢 就没事了 那这当我觉得 有点荒谬的时候 这个剧情有发展更妙了 就是这个主播 他现在的 会遇到的一个长官啊 这长官呢 在17年前也出轨过 然后啊 一直到17年后的时候呢 一些跟他们夫妻 比较亲近的朋友 还会怀恨在心 表面上说是 我们想要知道 你们有没有过的幸福 实际上呢 是想要去看看 嘿 你之前出轨是吧 你现在呢 有没有好好对待 你的老婆啊 好那不管是出轨 还是犯下什么样的过错 我们真的不能犯错吗 或者说社会上 对于人们犯错 到底该用什么样的一个 拿捏标准是比较好的 那剧里面提到的 如果啊 跟这个事件有关的 这些当事人都觉得 哦 已经处理好了 那其他呢 应该就没什么好多说的嘛 嗯 理性来讲 应该是这样啊 可是如果 今天这个人的角色 比较特别 那么我们对他呢 应该可能 或者是不得不 有一个更大的 这个道德标准 不要说如果一个人是校长 或是呢 略有社会影响力的人 那他出轨啊 就不单单只是 他的伴侣 以及这个出轨对象的事哦 可能是大家的事情了 因为大家会觉得 哦 这个社会观感不佳 那就像啊 前些日子啊 有这个 独立书店的这个 审查委员嘛 他就 说什么啊 自己已经很多年不买书了 还说啊 这样不买实体书呢 其实是比较永续的啦 就引发很多的讨论 那姑且不说这件事 究竟怎么样 就算呢 这个委员可能觉得 嗯 自己想表达的意思 不是那样被误解了 那我想请各位想一想 哎 为什么我们对于他这样的故事 哎 有一种 嗯 很像放不下的感觉 还是其实大家都放下了 我不知道啦 不过你想嘛 如果今天啊 只是一个路人甲 这样说 我们会有这么强硬的态度吗 可能也不会啊 因为现在不买书的很多嘛 所以你说 呃 有没有人是说 他不买书是因为 想要更环保永续 很有可能有啊 对不对 可是 我们不会把那个人抓过来说 不行 你不可以 你怎么可以这样 你不知道书室都要倒了吗 你居然还这样说 那因为我怎样呢 最近那个保龄茶室的食物中毒事件 大家有没有想过 如果啊 这只是在你家巷口的小吃店 那新闻会闹那么大吗 当然啦 那个有人食物中毒身亡 是很遗憾的 但是呢 你家巷子口的那个小吃店 可能因为没有名气啊 大家就会有种那种 死不上力的感觉 也就是说呢 我们之所以会对一件事情 感到愤怒啊 可能跟这件事情的本质 没有绝对的关系 而是呢 我们对于跟这件事情 有关联的事情呢 也有很多的在意 比方说啊 这个如果啦 你对一个有名气的人 表达自己的不满 这很像就是一种正义的伸张 可是啊 如果你对一个无名小族表达不满 因为正义没有办法被伸张啊 那你也不会想做这种事情嘛 像最近那个父亲美工 这个画画比赛的事情也是一样的啊 你说到底谁该为这件事情负责 啊就是那个不小心用了AI的学生嘛 结果呢 学校反而成为整件事情最大的这个冤大头 大家都觉得啊 错就是你学校啦 反正呢 没有查出来学生用AI 也是你的错 然后啊 你很像又去私家吹哨子 也是你的错 通通都是你的错 所以啊 你学校校长要出来道歉 最近有一本书啊 叫做正义中毒 其实就在讨论这件事情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找来看看 但是我觉得嗯 一个人该不该犯错 不该把 会不会受到舆论的批评 来当做那个标准 真正核心的应该是说 你做的事情是不是会带来伤害 如果呢 你在做这件事情之前 不知道你做这件事会带来一些伤害 你是无心的 可是如果你在做这件事之前呢 你就觉得啊 这可能会带来一些伤害哦 但是啊 你还是选择要这么做 那你其实 我觉得啦 没有立场要求别人要原谅你啊 因为那是你的选择啊 那你之所以那样做 想必呢 你是觉得这样的做法 应该可以为你自己带来什么 然后这个带来的什么 比起可能会出包带来的坏处来得多 所以你才愿意冒险的啊 那还有一种更可恶的状况 就是你在做这件事情之前啊 就怀着要伤害别人的意图 好啊 还已经想好脚本了哦 如果被发现的话 还要说啊 我其实不是故意的啦 这种真的是非常恶心 那如果一个人 他真的是无心之过 那我即便呢 受到伤害 我可能会想办法原谅那个人 他真的不是故意的嘛 但是啊 如果一个人其实是有意的 即便呢 他不是全然的恶意 我都觉得这个人应该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所以我们稍微回到那个 那个就是极度不妥里面的这个男主播 我觉得他被人讨厌 被人记恨 只能说啊 就你自找的啊 谁叫你是主播 你说这样的事情 真的不是自己觉得说啊 那个小三啊 还有他也都没有怎样啦 那你们还要怎样 因为会有一些情形嘛 比方说会不会有小朋友把这个男主播当成偶像 结果发现 这个主播怎么做了这样的事情 他可能会觉得很伤心啊 对不对 这也是有可能的啊 那我们呢 现在要来休息一下 我们要来听一首Taleswift的歌 这首歌呢 是在Midnight 某一个延伸版本里面才收录 You're losing me 好那我们没有要责备任何人 但是这首歌很显然 可能是他写给Chill的一首歌 那你说有没有人做错了 嗯不知道 因为在感情的世界里面 这本来就是他们的事情嘛 那大家先听个歌 等一下我们再继续聊 那刚刚我们谈了就是说 人到底可不可以犯错 好那我们现在来谈一谈 如果呢 有一个人他不是故意犯错的 那我们要不要原谅他 嗯如果这个人不是故意的 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包容他的过错 但是这个问题就来了 到底谁有话语权来决定说 一个人是不是故意的 比方说你明明就知道 自己可能不能百分之百 保证事情会如怎么样的一个发生 然后可是你还是承诺那个人说 我一定会帮你买到 我一定会怎么样 结果后来就没买到啊 然后那个人失望了 他就觉得你做错事了 那这个时候你期待他要原谅你吗 因为你真的不知道会这样嘛 所以你觉得他要原谅你 可是你明明就知道 你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 可以做到某件事 啊你承诺了人家 那你觉得你算不算是故意的 嗯我跟孩子之间呢 就有发生类似的状况 然后说啊我们家弟弟就会希望 我在运动前可以叫他 然后还会在我快要睡早之前答应他 你一定要叫我 就有好几次呢 我其实完全忘了叫他 然后到有时候到了健身房 或者是回来之后才叫他 然后他就有一整个大怒 觉得 巴比你说话不算完不可原谅 后来啊我就有一个解套的做法 我就会跟他说 好我尽量 但是我不能保证 那或许是因为这样 我没有保证 百分之百的保证 所以呢我即便没有叫他 他看起来也比较平静 没有觉得生气 所以我想说的是呢 就是你是不是故意犯错 其实不是你来决定的 是那个呢 因为你的过错 而受到伤害的人来决定的 只要他觉得你是故意的 那你就是故意伤害他 你呢就应该要好好道歉 当然啊 你和那个 这个伤害你的人 或者是你去伤害的人 可能对于事情的见解 会有所不同 那我自己会更倾向的做法 是说 假设我是受伤的 我会让对方知道 我觉得你是故意伤害我的 那我现在呢 还没处理好自己的心情 所以我觉得我还没有办法原谅你 那当然你可能觉得你不是故意的嘛 所以呢 我也会觉得说 你没有必要为难自己 觉得说亏欠什么 那我会想办法让对方清楚的知道 我呢 虽然没有要求你要道歉 可是啊 我有可能啊 会对他有不好的印象 那之后啊 可能会在有些地方报仇 那虽然这样的做法 好像很小三下之气嘛 但是啊 各位真的不要当一个烂好人 好不好 别人做错 他就应该有所承担啊 而且啊 我这里说的报仇 也不是说我一定就要害他 或什么的啊 只是有的时候啊 嗯 你可以选择对其他人好 然后不想对这个人好嘛 这也是一种报仇啊 对不对 那我真的不是鼓励大家要记仇 是要赏罚分明 如果有人犯错 让你受伤了 那就应该让那个人付出一些代价 不过这个代价 应该是要符合比例原则的啊 你不可能说啊 有人不小心踩到你的脚 然后你就说 你要赔偿我医疗费一百万 这就有点夸张了 好那相对的 如果啊 有人啊 或者是说这个曾经犯错了 伤害你的人 他后来对你好 你也会有所回应啊 这个才所鼓励大家做的事情 就像啊 我可能会去投诉店家 可是呢 店家如果有好的表现 我也是很乐意给他们肯定的 好那 另一种情形就是 有人就是故意的 我们要不要原谅他 简单的答案 不 毕竟啊 在我们人生的旅途上 会遇到那么多人 那为什么要执着于 跟某些人维持关系呢 特别是当 这某些人还故意嗨你的时候 你真的没有立场 为他着想 那我想到啊 之前啊 有看了一个 这个 我们系友 医美大叔 他常常有一些 语录的小短影片 然后刚好看的那一集呢 就提到说 出轨的人 要不然原谅他 那医美大叔就举一个例子 他说啊 如果有人偷你的东西 你还敢他 敢把它放在你自己家里吗 那这个意思 其实跟我刚刚说的 是差不多的 就是说 如果有人故意做错 那就应该断舍离 不过大家先不要急着 这个断账取义哦 前面我有提到 究竟一个人 是不是故意犯错 是由那个 受到伤害的人来决定嘛 只要那个犯错的人 不是真的恶意要伤人 我觉得啦 这个所谓的断舍离呢 不一定是永远的 可能只是暂时的 就像我通常鼓励大家 这个 如果啊 你的对象出轨或怎么样 直接分 不用考虑 因为这种事情 不会发生一次 可是事隔多年 你们再次相遇 也可能重修就好啊 那也没什么问题啊 可是你要想哦 如果你跟他之间 没有经历过这个断舍离 可能多年之后 你们终究还是分道扬镳了 然后啊 你们连这个重修就好的机会 也没有 所以在当下断舍离 看起来很像 很残忍 然后很像不好 可是实际上 以这个放长时间轴来看 它不见得是一件不好的事情 那我觉得 让犯错的人呢 有机会去深自反省 这很重要 因为有的时候 他们真的没有觉得自己做错事 啊 你又很包容他 那这个呢 就是同样的模式会一直上演 就是他会一直 不知道是有意或无意的犯错 然后你受到伤害 啊 可是你包容他 所以他就觉得没关系 那我下次再来一次 那你说一个社会啊 如果对于犯错的人 是这么包容的 他其实是会裹足不浅的 那关于这一点呢 我其实某种程度 是很欣赏日本社会的做法 他们很团结的 会让这些犯错的人 付出很严重的代价 甚至包括 这个企业可能就倒闭了 那反观世华人社会啊 我们可能就是强调什么 要中庸啦 我们不要把人逼上绝路啦 这样不好 结果这就造就了很多 误出这个道理的坏人 他们呢 会故意做坏事 啊 然后呢 当这个自己被揭发的时候 然后又会很诚心的道歉 你觉得 他真的不是故意的啦 如果你还要为难他 你就是一个不好的人 你就是很严格 很那个怎么样的人 那像之前因为MeToo事件 有一些人就被演上了嘛 然后台面上 我们不要讲他们的名字 然后 后来有一些人 当然还是会付出嘛 比如说开演唱会啊 或什么的 那就会有人就出来说 你看他这样还敢出来 然后就有人在底下还家 啊 只不过是怎样啊 又不会怎么样啊 难道要这个人 这个做错一件事就 人生就毁了吗 我觉得这是一个 社会上的难题吧 就是说 到底他做了什么样的事 我们要给他机会 那到底人是不是都有可能 改过自信 这个没有办法回答 所以就很像 大家在提到说 这个之前不是那个 虐童案的保姆 然后就在说 啊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这个 有没有死刑这件事情 又浮上台面了嘛 那你说 他会不会改过 不知道 但是我们该怎么样做 这个 是很难的一个课题 好那 讲到最后啦 我想说就是 我自己 有一个信念 就是我觉得呢 想法是要分明的 而且啊 想法分明这件事情啊 跟不同情理 它其实是 这个 不一样的事情 有人会觉得 你做错事 你就要惩罚人家 很像你就是 很严苛的人 可是我会觉得 你做错事 你有所承担 不就天经地义吗 如果你做错了 还没有被惩罚 我觉得这反而很奇怪 那毕竟 天下没有白色的午餐啊 谁知道 有没有人 在没惩罚的时候 会暗自怀恨在心 那与其有这样的状况 还不能呢 大家就把规则 讲清楚嘛 你做错了 你就要被罚什么 然后 你做好了 那我就给你一些奖赏啊 这个事情讲清楚呢 其实对彼此来说啊 都是比较好的 我觉得在我们的社会 其实就太多的潜规则 就是有些人明明就很不爽 怀恨 就是想要怎么样 但是就觉得 不能破坏社会的和谐 所以就没有这样做 然后怀恨在心 然后在 可能未来找到了一个机会点 就想办法去为难怎么样 为难这个 曾经让你这个受伤的人 然后那个就很莫名 啊 你为什么要这样 啊 是因为什么吗 那你说这样子真的比较好吗 我觉得没有 那我觉得呢 有明确的赏罚 那它其实啊 会让所有人在做事情的时候 会更加深思熟虑 更谨慎 我是这样相信的 好那最后呢 我们要来听一首歌 这首歌呢 是林佑佳的新歌 惩罚 那里面呢 就讲到 大概是这样的信念 他说到 我们就念一段歌词 他说 原谅比符咒轻薄 不足以我 证明蹉跎过 莫非要闻着心红 怀恨也许 反而是解脱 最好你也不乐见我 甚至要亲口助我 不好过 当然这可能有点残酷啦 不过 我觉得 做错事了 那就应该有所承担嘛 然后 如果 你是无心的 那你也有 想要去弥补 那我想呢 世界呢 是会证明一切的啦 所以 可能那个人当下 没有办法原谅你 但是 适个多日 有可能 还是有机会 可以做朋友的嘛 生活中的心理学 不是电台 我们下次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